记者红素金棕和报道18年前雪天使男神涛肉郭伟云归戏剧圈 图红一小女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8年前雪天使男神涛肉郭伟云回归戏剧圈 特别客串戏剧百味小厨神中原大餐 他受该剧监制汤生荣之妖统筹制作所有原生代歌曲 并客串演出土地公一角 他当时纳闷土地公对于宗教的既定形象 尤其土地公在台湾民间信仰中是最多人祭拜的神明 神像的数量也是最多 但实际考证后发现神明在神间会有千百种形象与化身 因此剧组与他讨论结合自身潮流元素 特别为他打造了专属拐杖 风一非常帅气有形 俨然是2023最时尚嘻哈土地公 Toro为云外公意外过世 图红一小女孩股份有限公 提供百味小厨神中原大餐 描述一个有通灵眼 男孩汉民软博号是 为了找回阿公的记忆 必须会做菜给鬼吃 谈到与阿公相处的记忆 Toro不惊鸿 眼眶 我是我外公带大的 外公就像是我的父亲 几年他过世了 我很想他 我非常的想他 Toro提及这 饰演土地公角色 有如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 写剧中小男孩不断闯关 他坦言 如果当时外公告事实 有一个像剧中土地公角色 协助我思考 会 好 他说 当时的我是一个人 独立完成外公的告 是 剧中的小男孩 有这么多亲情围绕 很幸福 Toro过 云克串演出土地公 图红一小女孩股份有限公 提供Toro亲徒外公的意外身亡 让他在听到剧情故时 就触景伤情的泪流 当时我作为一位偶像艺 有许多粉丝送礼 粉丝甚至热情递送专属克制 印满我名字的礼物 我阿公就穿着粉丝送上的 祝大大Toro名字的T-shirt 在老家跟左林右舍分享孙子 点滴 Toro健壮当下觉得丢脸 反观外公却认为骄傲 因你是我孙子 更让Toro泪崩的是 外公在身亡时 守的还是当年粉丝送的礼物 纵使Toro这些年已退居后 早已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偶像 但他还是失财气 除此前曾担任 夯剧火神的眼泪片为曲绕 作词人 这次更升格担任戏剧的音乐统筹 整个 曾让他因此明白 原来 我的存在让外公觉得很 傲 以这个孙子为荣 我回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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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